会及全球高层政治官员与安全专家 第59届莫里黑安全会议17日即将登场 美国副总统贺锦利率先抵达德国 受到巴伐利亚州长欢迎 去年会议前夕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战争届满一年 今年主轴将持续关注俄罗斯入侵行径 美方也将宣布对乌克兰的最新援助与对恶制裁 而就在中共间谍气球事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因此取消仿中行程后 布林肯也已经飞抵德国 外船可能在周末与中共外事办主任王毅见面 而王毅则先展开欧洲国家出访 直流日与意大利外长塔尼亚会谈 异方在会后声明中 喊话中共动用一切力量 说服俄罗斯坐到和平谈判桌 确保乌克兰独立与战争结束 前一天与法国外长克隆纳的会谈中 今晚中共官媒称 法国外长表明坚定支持异中 不过法方声明并未提及 反而表达希望在人权议题上 与中共保持密切对话 今年主办方首次没有邀请俄罗斯 与伊朗代表 德国总理肖茨与法国总统马克宏 将在会议上与波兰总统会面 包括英国首相苏纳克 欧盟支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与北位秘书长史托腾伯格 都会出席这次慕尼黑会议 预料乌克兰高层官员也将发表谈话 新唐亚太电视 池千里 唐吉安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